6月11日下午 6月11日下午 北京天空出现诡异景象 一边下着雨 一边是火红的天 空中出现巨大彩虹 闪电不断从高空披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 相关视频热传 当天傍晚六十许 北京天空乌云密布 大风骤起 随后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昌平区还降下小冰雹 风雨中 北京天空出现诡异景象 视频画面显示 天空中一边下着雨 一边却是火红的天 空中还出现一轮巨大的彩虹 不断有闪电批众彩虹 画面十分罕见 北京网友纷纷表示 今天的天空有点吓人 风暴闪电彩虹起具 还有网友猜测 这诡异天气 是不是有大事要发生 今年极端天气 格外多很不好 近期 北京频繁出现极端天气 自6月10日起 北京市最高气温 已经超过37度 酷热难难 与此同时 北京出现雷电暴雨天气 11日下午 北京市最强风力达到十几 大雨 冰雹起降 北京城深海 北京大日赫 北京公甲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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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幾點 8點 8點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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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